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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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這個連包裝的產品名 妥協 你要換一隻手啦 嗨大家我是馬他 今天呢是 Hakura Maata的第二集 沒有錯 很久沒有找朋友來做一些挑戰了 那今天呢就先讓我們歡迎我們的來賓 我永遠的好鄰居Vivi 妳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 對沒有錯今天呢我就找下來我們要來做一個好友的護化妝容挑戰 因為畢竟我算是設立美妝應該快半年了還算OK 那他就是一位 對他就是一對美妝菜鳥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就用彼此的妝容 然後幫對方畫出一個完整的妝 那如果想知道這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就趕快去看下去吧 Let's go 那首先呢我要用這套我昨天在三井Outlet買到 這個是Maybelline的非常有名的毛孔迷行錄這樣子 然後我聽說他的毛孔霧化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現在直接上在他可能鼻頭比較明顯的地方 來喔 欸我第一次幫別人化妝欸等一下 不要動喔 那我就會上在他鼻頭以及兩夾的部分 可能比較多毛孔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因為毛孔是 我記得是向下生長的 所以大家在圖幾種 不論是毛孔引擎的產品啊 可以單方向的由上往下用 這樣的話毛孔才會到達一個比較好的隱形的效果 這樣做完比較明顯的毛孔的隱形部分 之後啊我要用這條 欸不是 皮膏都用什麼 這條是ZA的美白防曬霜 然後他是SPM 26PA兩個加 其實防曬效果我覺得算低耶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覺得他這條產品有什麼樣的功用嗎 我覺得他滿便宜的 你不要笑 我這樣很難上妝欸 好等一下不要動 大家應該明顯看得出來 他這半邊臉是有一個提亮的感覺 但我個人覺得他的提亮有一點點 怎麼講 就是會有一點小半白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產品 我目前使用下的感覺沒有這麼喜歡 因為我不太喜歡 會容易看起來有一點死白的感覺 那你有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 這是 Pony Effect 我是韓國首爾 你先上半邊臉給大家看好了 快點啦 快點啦 我現在很傻欸 我覺得他算是技巧 我整個很不行 但是沒關係 我要忍耐 啊眼皮呢 要塗 塗 對 你很粗魯 你這樣讓不了美妝水水的 我跟你講 我剛才玩到溫柔的女孩 對啊 那你做 快點才一個妝甜乳 你先給我問題那麼多 好了嗎 應該 OK好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就是一個自由心震 我們完全沒有要看任何鏡子 我就是等我們全部完妝那一刻 我再看到你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今天跟他道歉 那上完妝甜乳的部分呢 我們就進入粉底液的環節 那我今天要使用的這一罐呢 是羅威哈新購入這個巴黎萊雅的24小時 我記得還蠻有名的 就是那個24小時什麼 綠無油綠粉底液嘛 我也忘記了 整體是偏水狀的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好那我就先上半眉臉給大家看喔 不要動喔 我知道啊 我要先用手點上去啊 不要這樣喔 那我會先從剛剛最一開始上的 眼下這邊拍開嗎 因為主要是眼下這邊可能比較容易偏乾會有細微 所以盡量在上弄的時候就要趕快把它拍開這樣子 大家當美妝蛋拍開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好像拍一拍有均勻的 你就不再拍下去了 因為這時候粉底通常還沒有很吃進去 所以建議大家要再重複的多拍幾下 尤其是在臉頰這邊啊 或者是容易脫皮的這些比例的部分 好那我這半面的臉呢 就是已經上完頂妝的部分 然後這半面的臉是還沒有上的 應該蠻明顯的看得出來說 它這邊是有明顯比較提亮 然後整體膚色均勻 我覺得它色號稍稍有一點點偏白 然後我自己仔細看 我自己覺得 它自己可能遮瑕度沒有說到非常的高 大概只能遮到五成左右吧 不過我覺得後續說不定 可以用一些遮瑕產品啊 或者是粉餅再去做 就是進一步提前的定妝 那它整體妝感 像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就是蠻霧面的 剩下去之後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點光澤的那種粉底液 這是紫川秀的不積線粉底液 而且我今天還有準備刷具給它 我現在很擔心 因為它從來沒有用過刷具 好 怎麼點呢 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個刷具它就是沒有什麼刷痕 然後也不會很刺皮膚 應該說完全不會刺皮膚 欸 是你上次的Ig會嗎 對對對對 就是Laura的那個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你就繼續完成後面吧 然後 我很揍你 那遮瑕產品的部分呢 我要來用到這一條是 嗯 哈囉 這個連包裝的產品迷都沒 我就直接上在它臉 可能有遮瑕地上都要上這樣子 嗯 然後就一樣剛剛的美妝袋 輕輕地把它拍開 呃 男友比較介意 那我自己在拍開遮瑕的時候 就是絕對不要在同一個點上面 一直在你的遮瑕處 一直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你最後就把它們全部都帶走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閃撞的點開 就有點像打圈的方式這樣子 這是那個CLEO的QCOVER遮瑕膏這樣子 很遮很遮 而且很乾喔 所以請你等等 你不要一次點完才全拍開 你要點一個拍一個這樣子 謝謝你老師 那等一下啦 等一下 它是這樣的刷頭 所以你應該要這樣點 不是直接這樣 不要一次啊 你要換一隻手啦 好 現在是我全臉遮瑕完的樣子 嗯 我覺得它很遮 好的 好 那繼續進入我們眼妝的環節 那首先呢 就先從我們VV的靈魂眉毛開始 那我自己畫眉毛的習慣呢 我是會先把底的那條線畫出來 所以我在想 OK 等一下 你畫得很重啊 我其實沒有什麼畫眉毛的經驗 等一下 你不要動啦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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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先進入我們全臉定妝的一環節 那就是它這顆非常喜歡的 iMimi的這個 Skin Megfit 好啦 反正就是蜜粉這樣 而且我感覺超誇張的耶 它已經用到整個鐵盤都跑出來了 大家看 很瞎耶 那家女孩 它有一點點會偏泛白 就是它我本來講它是透明無色 但它其實是有一點白色的 其實我覺得它有一點點綠綠的感覺 好像是可以修飾一點 就是泛紅的效果 因為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鏡頭上看不看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實際看起來 它的顏色是偏綠的沒有 這也要告訴你它的綠色 好 好 那接著就進入我們眼妝的環節 因為VV它本身是沒有任何的就是眼妝產品 所以我今天就準備了一盤給它 我用的是Leica的這個四色調色的盤這樣 那它打開呢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有點大地色氣的感覺 今天就要幫大家畫一個簡單日常好看的大地眼妝 譬如說它現在展個笑話 你說大行星嗎 大行星就是那個Gorita 嗯哼 不知道 好 那接著呢我用到第二個比較深的這個霧面色 把它做一個眼窩的加深這樣 很短的 久以來 Hi 羅央 Shut out 羅央 我好像嚇手有點太重 好用 好意思 完了我覺得我有點嚇手太重 可是我整個有點話太下去 不行我現在要救你 我現在要救他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呢 我幫Livy用這個香檳色做一個眼睛中間的打亮 這個高級 這個透明蜜粉餅 今天選一個很新手的 喜歡是這樣才是這樣的 觀眾請告訴我 給我磨就對了 這一顆我就是覺得它粉很細 然後它是透明蜜色的 那我覺得控油力的話是普通 對我這種油肌來說 可能要冬天用它就是 我就是跟Livy一樣 今天都是帶這支Inis Free的 我記得叫做裝自然眉筆吧 你是在報復我嗎 是嗎 對 我還在下面 哪有這麼粗魯的啦 好那VV要繼續用這一個就是Leica的調色眼妝 幫我完成一個好看的大地眼妝 來囉 OK 我超緊張 沒有你就是沒有什麼叫我現在哪個顏色 沒有你就是沒有什麼叫我現在哪個顏色 來淺色打底好嗎 好 好 抖魚粉 抖魚粉 抖乾淨 要把它抖乾淨 對對對 好來來 那再來呢是這個比較深色的 就是眼後半部的部分你要加深 所以用更深的霧面色去做一個 就是讓眼睛變深邃的動作這樣子 OK OK 趕快繼續繼續 OK好 好現在VV畫完一隻眼睛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給個分數 第一次嘗試用眼妝 目前是還沒什麼想法 我不知道 但我回家會去看別人畫眼妝 就是多看大家眼妝分享看我沒有畫對 你是不是很愧疚喔 好 那接著呢就進入到我們最後的環節 就是腮紅的口紅了 那我們先把鏡頭稍微拉回去一點 那因為VV它沒有腮紅 我今天就準備了這個 iMini的我愛唇頰 什麼奶妝的水彩吧 它就是唇頰一樣亮用的 比較算是液態型的夾彩這樣子 那用的用法呢其實就是在臉上先笑一下 然後點開 那這邊那個口紅的話有兩個都是1028的 那我今天就幫它上唇釉類型就好了 現在外面有一堆他鄰居的小孩 ok好那下次就完成它唇臉類型 有三種加上口紅了 等等不要上太多喔 這個超顯色的喔 好妳要先把他 妳要先把他 妳要先把他剔一開 就怎樣剔一剔 所以好呢 我們就是 完全不會 所以我就 好那再來是唇彩部分 就繼續沿用這個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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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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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真的沒有浪費 這兩個都很好 都不錯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呢就是還蠻開心說Vivi來陪我一起完成這個 護化妝人的挑戰 那希望今天你也是有獲益兩桌 有嗎 有 好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還有這邊留言說 希望下次的Hakura Matata 可以請到哪一個嘉賓或者是做什麼樣的主題 那記得呢也要幫我們影片分享繼續 然後去我們兩個的IG 看我們分享 看他曬奶油這樣子 最後就是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只要收到新影片中 就是因為每週四的晚上六點都會有新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IC貼文啊 有海報 FB貼文啊 FB封面 然後Instagram的限時動態啊 甚至是連Youtube的手圖 包括你本來的字體你想要換一個不同的英文字體 也完全都沒有問題這樣子 你可以壓在你的文字下面 因為大家看到這部分的字幕 跟著我們有很多字幕 我們在這裏 偏見 心裡的字幕 我們在這裏 上次也會有很多字幕 在那裏 偏見 在這裏 偏見 在這裏 偏見 那裏 偏見 在那裏 偏見